嘿 欢迎大家再度锁定Mercedes AMG Moment 我们今天呢再度的来到了位于关路的AMG Performance Center OK 我们看到了刚过去的意大利战啊 确实相当精彩啊 因为来到这边的话呢可是Ferrari的主场啊 实际上呢在上一场呢比利时的比赛就看到他们车在马力上面的提升呢 以及整个车架上面似乎啊对轮胎的魔耗呢要比Mercedes AMG来的少一点啊 因此呢来到这边的话呢确实啊你期待的就是看到这两大车队的厮杀 到这边果然我们可以看到呢Ferrari是包下了头牌而两辆Mercedes AMG则是从第二排起跑啊 哪知道呢周日正赛登面起跑之后呢看到呢Kimi Raikton他是很顺利的起跑了 可是呢在踢完之前的话呢看到了Hamilton跟Vetto两个人发生了插碰啊 这边一来的话呢Vetto他得要回到片里面呢去换上了比翼再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掉到第18位了 这一来的话呢就看到啊Hamilton一直紧咬着Kimi Raikton啊到第20圈的时候呢 这也是第一停的window啊结果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Mercedes AMG他们的crew呢出来了 这时候呢Ferrari他们一看到这样子的话赶快啊先把Kimi呢叫进来换胎了 可是呢没有想到啊Mercedes AMG他们的车队里面呢却要这个Hamilton继续留在赛道上面 结果呢Hamilton多跑了八圈啊Kimi换上胎之后的话呢当然出来的时候呢虽然仍然保持领先 可是由于呢他的轮胎的寿命啊已经比这个Hamilton的多跑了八圈了 到第44圈的时候呢Kimi的轮胎已经很明显的啊抓不太住了到第45圈的时候呢就被啊Hamilton从后面给赶上来了 抢到了第一的位置结果看到Hamilton在Ferrari的主场呢Monza拿下这个分战的冠军啊 而这一战呢我们看到呢Bordas再度的扮演了Hamilton最佳聊机的角色啊 虽然呢跟Max Verstappen呢他们两个人在T1这边都发生了一个插碰啊 而且呢两个人也被赛会调查但是呢很多人在问呢为什么在T1呢同样的啊 这个Hamilton跟Veto两个人发生插碰赛会就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race incident 可是为什么这个Bordas跟Max Verstappen两个人插碰呢 结果Max Verstappen却被罚驾驶5秒呢其实这是有道理的啊 因为最重要的呢Bordas跟Max Verstappen他们两个人的插碰呢是进到了T1的一个刹车区啊 因为呢Max Verstappen他是在来到了刹车区的时候的变现啊 所以导致了两个人发生插碰啊所以这个的话呢就被罚了 当然来到这边的话呢大家看到呢Kimi Raikkonen拿下了干位很希望他能够拿到啊 真的是自2013年到现在没有拿到的分战冠军的108场耶 结果呢原本以为他这次很有希望的啊却没有想到呢这次又是再度的功亏一篑啊 也有替他感觉到非常的可惜啊 这场比赛之后的话呢Mercedes CMG他们在车队积分方面目前是以25分领先了Ferrari 而在车队积分方面的话呢看到Hamilton已经拉开距离了领先VETAL有30分 这场比赛之后的话呢马上要迎接的就是新加坡的夜战 新加坡大赛这是从呢2008年开始啊 那基本上的话呢当然啦它是一条街道所组合而成的赛道总共呢5.065公里啊是利用了呢这个市中心的CBD呢 加上了滨海湾这附近的街道组合而成的啊 那总共呢有二三个湾道啊可以说是呢在所有赛道里面呢真的是相当多的湾的啊 另外呢有六段呢是速度蛮高的这个路段的 那加上了呢各种的高速弯也好啦减速弯也好 所以历年来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呢非常精彩的比赛 那其实呢在这边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呢 车手车队以及车辆呢他们必须要接受高温的挑战啊 因为呢它所处于的这个地方呢都是高楼林立的啊 所以本身呢就很不容易散热啊 那加上呢新加坡本来就是为主热带的地区啊 所以来到这边的话呢车手的体能消耗的很大 另外的话呢当然讲到高温除了车的性能 还有呢就是刹车另外还有轮胎的磨损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 而且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呢 那就是啊常常出安全车啊街道赛就是这个样子 随便一碰呢就有安全车出来当然呢也就整个的呢 他们打乱的所有车手他们比赛的一个tempo啊 所以这是相当高难度的啊 在过去的两年的话呢 Mercedes、AMG他们呢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啊 2017年包下了E3啊 2016年同样的也是拿下了E3啊 而目前呢这些现役的车手里面的话呢 在新加坡拿到分战冠军次数最多的呢是Vetto 可是呢Hamilton他也不遑多让啊 在这边他是拿过三胜啊 今年是否能够夹着上一站 Manzar胜利的这个余威 来到这一年的敬请持续锁定我的 Mercedes AMG Moment AMG Driving Performance AMG Driving Performance 再次 感谢观看